美军反恐 美军反恐的牛逼,在美国把雪利亚打得千仓百孔时,极端组织却越战越强,这期间出现不少叛军,雪利亚政府在美国的反恐大业中快要完蛋了,关键时刻,俄罗斯也参与到雪利亚的反恐大业中来,对极端组织狂轰乱炸,雪利亚政府得已存活下来,只要美国需要,也许将来雪利亚人都打死完了,可能雪利亚的叛军还存在。 最先就是美国,以色列,沙特为首的雪利派支持的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胜利阵线,现在改名为征服阵性HTS,IS就是从里面分解出来的。 还有土机,卡达尔支持的沐兄惠伊斯兰军,都是极端组织迷派,IS,HTS伊斯兰军的终极以上指挥官,基本上都是西方的退役军人,逃时导弹多到可以用来打人。 雪利亚没有第四装甲师,14年大马士革,就被恐怖组织拿下了,没有俄罗斯进入反恐战争,雪利亚15年将会落入IS手中,没有老虎部队,雪利亚现在也解放不了70%的国土。 美军摧毁了利比亚,利比亚的卡扎菲集团是罚军打击下,利比亚人民自己起来干掉的吧,是利亚的巴沙尔集团搞奴隶军,所有老百姓都是潜在的叛军,身份随时可变换,的。 这些叛军的粮食补充从哪来的,人员补充从哪来的,武器装备的补充从哪来的,没,俄俄军动用了除和武器以外的所有武器, 温压弹,白铃潭这些禁用武器都上了,这些叛军就是能在最高玩大的地方存活下来,雪利亚哪来的那么多叛军,只要美国需要,也许将来雪利亚人都打死完了,可能雪利亚的叛军还存在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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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